好,来看到花莲县是致力成为2050年近零碳牌指标的城市 13号县政府跟县内各机关系也包含了远东百货、花莲和平分公司 远雄越来大饭点等等 针对温室气体自愿减量办理合作会议 那么由县府提出了合作的方案 结合了中央地方产观学的合作 包含产业转型、能源示范以及温室气体盘查落实等等的机制 期盼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量、落实经济与环保双赢的目标 真实联合国17项SDGS永续发展指标 花莲县府致力成为2050年近零碳牌指标城市 13日与县内各机关企业 包含远东百货、花莲和平分公司、远雄越来大饭店、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等 针对温室气体自愿减量办理合作会议 由县长徐正伟主持 针对产业转型、能源示范以及温室气体盘查落实等机制 提出建议和改善 像类似DSI的这种国际认证的同时 看我们这些跨国的部分但是有这个需求 所以远雄又是远修集团的 所以我是建议说你们明年一定要做112年的看盘查工作 一定要完成 为什么?因为你们114年要做113年来看主机 你才可以盘录出一个旅客来到你们这边 一个晚上自己客 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国际的倾向 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产业、每一个企业 我们必须去升体力行去实践 但是民间老百姓会觉得静零碳盘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从比较大的碳盘的部分 用电量、用电大部的部分先从这里开始 让大家一起来推进 因为从分门别类来开始实践 我想这是最落实的 而且也必须让大家都能知晓 花联环保局表示 未来台湾将卖入碳排有价的时代 农业处也辅导用电量较大的企业开始进行减碳 推广乡亲在旅游期间包含使用电动车 绿色餐厅用餐、自备碗筷等 期望透过政府与企业吸手 在节能减碳方面实现实质进展 打仗花联成为近年永续城市 记得掌帮助花联师报导